大家好,我是Elsa 大家好,我是Elsa 之前做的两个白熊咖啡定义学日文的影片呢 获得了蛮多朋友的喜爱 那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 欢迎点击影片右上方的链接,请去观看 那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 蜡笔小心当中的片段 那我们一边观看影片呢 一边讲解当中地道的日文表达和文法单字 那我们开始吧 泡得好舒服啊 意在这里呢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那于呢,于在日文中呢 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呢表示的是我们可以喝的 饮用的热水 那第二种意思呢是为了洗澡 泡澡而加热的水 那第三种意思呢 它也可以表示温泉的意思 那在刚刚的句子当中呢 小新跟爸爸是刚泡完澡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油呢指的是第二种意思 为了洗澡 泡澡而加热的水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しまった 完了 浴缸里的水放太多了 那这里的油呢 也表示的是 为了洗澡泡澡而加热的水 これで一緒に入るのが 足臭おじさんじゃなきゃもっといいのに これで一緒に入るのが 跟我一起泡澡的 これで呢指的就是 刚刚泡澡的这个过程 一緒に呢指的是 一起做模式 一同做模式 入呢,这里的入呢 其实前面是有省略的 这也应该完整的是 就是泡澡的意思 足臭おじさんじゃなきゃもっといいのに 如果不是臭脚丫大叔就更好了 足臭就表示臭脚丫的意思 臭就是什么什么很臭的意思 おじさん就是大叔的意思 じゃなきゃ じゃなきゃ在这里是 如果不是什么什么 那じゃなきゃ呢在日本中 它是じゃなければ的 口语形式 那我们看一个例句 寝るなら静かなところじゃなきゃダメ 睡觉的时候呢 必须得要有安静的环境 睡觉的时候呢 没有安静的环境是不行的 那在这里呢 足臭おじさんじゃなきゃ 如果不是臭脚丫的大叔 もっといい もっといい就表示更好 もっと怎么怎么样 就表示更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のに のに呢在日文中表示 明明怎么怎么样 却怎么怎么样 虽然怎么怎么样 然而怎么怎么样 表达了说话者的不满 吃惊的感情 那我们看一个例句 彼女は歌手なのに 歌が下手です 他明明是歌手 却唱得不好 那在这句话当中 足臭おじさんじゃなきゃもっといいのに 这里的のに呢 也表示了小心的一种 失望的心情 如果不是臭脚丫大叔 就好了 これで一緒に入るのが 足臭おじさんじゃなきゃもっといいのに 悪かった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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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 悪かったな 悪かったな お ん わー パンだらけ わー パンだらけ 全是面包 パン呢 在这里表示面包的意思 だらけ 名詞呢 加だらけ 在日文中的意思是 全是什么什么 满是什么什么 那通常呢 指的是让人不愉快的东西 或者不好的东西呢 有非常的多 那通常它的前面呢 这个名詞呢 很多时候都是 像ゴミだらけ 全是垃圾 ホコリだらけ 全是灰尘 这样不好 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个例句 彼氏の家に行ったら ゴミだらけだった 去男朋友家一看 到处都是垃圾 彼の部屋は漫画だらけで 勉強の本は全然なかった 他的房间里全是漫画 一本学习的书也没有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小心讲 わパンだらけ 那表示他晚饭呢 其实是不想要吃面包的 所以他才会讲 哇 パンだらけ 哇 パンだらけ ミサエ これ 今日の夕飯 ミサエ これ 今日の夕飯 美雅 这是今天的晚饭吗 これ 就表示这个的意思 夕飯呢 就是晚饭的意思 夕飯 ミサエ これ 今日の夕飯 うん こういうのもたまにはいいかなって うん こういうのもたまにはいいかなって うん 偶然这样也不错吧 うん 就表示不要随意的肯定的回答方式 うん こういう呢 就表示这样 这种的意思 たまに呢 表示偶尔 うん こういうのもたまにはいいかなって まあ たまにはな 俺的きにはパンは朝のほうがいいけど 俺的きにはパンは朝のほうがいいけど 不过在我看来呢 麵包还是早上吃比较好 俺的きに 就表示在我看来 相当于英文的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 那对我来说的话 朝のほうがいい 早上吃比较好 ほうがいい ほうがいい 形容動詞呢 パンは朝のほうがいい 那表示他通过自己的主观想法 提出的一个判断 提出的一个意见 建议 那朝呢 又是一个名詞 所以他要加の 再加ほうがいい 俺的きなパンは朝のほうがいいけど あら本当? だったら明日の朝はパンにしましょう 食パン一杯あるから あら本当? 哎呀 真的吗? あら 就表示比较吃惊 比较意外的时候的一个语气词 那多半能是女性用语 あら 怎么怎么样 那比如あら久しぶり 哎呀好久不見 本当? 就表示真的吗? 本当? だったら明日の朝はパンにしましょう 那么明天早上我们就吃面包吧 だったら 就表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是这样的话 明日の朝 就是明天早上的意思 パンにしましょう 这里名词じゃにする呢 他表示的是 决定怎么怎么样 要怎么怎么样 就选什么什么 那表示说话人 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 做出的决定 那我们看一个例句 私はコーラにします 我要可乐 妹妹のプレゼントはマフラにしました 给妹妹的礼物呢 选择了围巾 那在这两句当中呢 都表示的是 说话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 做出的决定 那在这句话中 明日の朝はパンにしましょう 也是他根据自己的想法呢 做出的决定 那しましょう呢 又有一种 建议 劝诱的感觉 食パンいっぱいあるから 面包还有很多 食パン呢 就指的是像这种 可以作为主食的这种吐司 いっぱいある 就表示还有很多 だったら下の朝はパンにしましょう 食パンいっぱいあるから え もう 父ちゃん余計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 もう 父ちゃん余計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 所以他要加な 再加こと 言わないでよ 就是别说不要说 言わないで呢 他的完整的形式是 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那这言わないで呢 是他的一个简直形式 言わないでよ もう 父ちゃん余計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 朝は納豆って決まってるでしょうが すまん 朝は納豆って決まってるでしょうが 早上呢一定要吃納豆啊 這裡有一個小醋音加って呢 就表示對 早上要吃納豆這件事情的一個強調 決まってる呢就表示 當然是什麼什麼 肯定是什麼什麼 すまん すまん呢就是對不起 抱歉的意思 那相当於すみません 但すみません呢 它是男女都可以用的用語 但すまん呢 主要是作為男性用語使用的 朝は納豆って決まってるでしょうが すまん よっしゃ この調子で頑張ればよ よっしゃ この調子で頑張ればよ yeah 就這樣繼續加油 よっしゃ就表示 說話人很高興 或者是他做成了某件事情 達到了某個目的之後呢 よっしゃ 就相当於yeah yes 這樣的感覺 那在這裡呢 美娅她是為了幾点数 所以才買這麼多的麵包 所以她達成了自己的目的 她會說よっしゃ ちょうし就表示 按照這個步調 按照這個勢頭 按照這個pace この調子で頑張るわよ 頑張る 就是加油的意思 那就這樣繼續加油吧 この調子で頑張るわよ はい 大切は以上です はい 結束就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的觀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呢 請幫忙訂閱、關注、點贊 如果大家有感興趣的話題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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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